脸常用于情侣之间 是便的上半部加泰的下半部 大家好我是拳头 大家好我是十三又 今天呢我们要去一个很特别的博物馆 失恋博物馆 我在查这个博物馆哈 我发现北京排名第二的 就是这个失恋博物馆 所以今天呢就要去一探究竟 原来为什么叫名侦探拳头呢 你找到好故事 来吧 进去后我们发现 来的情侣闺蜜比较多 单身来的比较少 刚进来的人基本都在嬉笑拍照 没有想象中忧伤的气氛 门口附近有些情感类的互动小游戏 这个熊是劈腿的意思吗 劈腿熊 劈腿熊是吗 再往里走一些 就不同于刚进来的吵闹了 变得安静了许多 这里的房间 放满了失恋人捐赠的物品 这些物品都有着 他们与前任新村的回忆 这个故事其实讲得还蛮好的 就是说跟这个人在一起 他成长了 那其实不管我们一段感情里面 是难过也好 还是遗憾也好 他们都是让我们成长的一个阶段 他还说到最后一句话说 我会记住你 然后好好去爱别人 在这个充满悲伤故事的屋子里 一直都在循环播放着 国外一队结婚70年的老夫妻视频 他们从10岁相识 一直走到了最后 年迈的丈夫仍把妻子奉为女神 每晚都会亲吻妻子道晚安 他们认为维持爱情的秘诀在于 用心善待彼此 馆长放这段视频可能是想告诉大家 还是要相信爱情吧 我们还和工作人员聊了会天 他说来这里寄存物品 讲故事的人有很多 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 他告诉了我三个 让他印象深刻的故事 这三个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因为异地恋分手 其中最悲惨的是一位小哥 他17岁那年 在高中时学习很好 不仅写的一首好字 画画也不错 但上学时为了女友和人打架 措手将对方打伤至此 由于未成年 他被判了10年 在监狱生活的这几年 他经常会跟女友互通书信 并以这种沟通的方式 陪女友上了大学 但没想到的是 当他女友上大学后 遇到了一个喜欢的人 就离开了他 他在监狱中非常痛苦 失去了知爱 但好在身边有些 虽然做错了事 但品性还不错的人去开导他 并在监狱的工作中 教会了他修车 这位小哥由于表现良好 入狱六年半就提前出狱了 他出狱后 没再联系女孩 而是重新开始了自己的生活 之后这位小哥 凭借自己的手艺和上进心 在修理厂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又认识了一个女孩 在他准备和这个女孩正式交往前 他把和前女友的书信 都送到了这个博物馆 其余的两个故事 就没有这么戏剧性 都是因为一方 要去很远的地方工作 或是毕业后 不在一个城市导致的分手 可能异地恋真的很难吧 来这里的人出去时 都会把自己的住院 写在卡上 钉在墙上 再往里走 最抢眼的就是真面墙了 上面写满了渣男和渣女 旁边的小屋子里 写满了咒骂和祝福的话 你要写什么呀 小弟弟你为什么要拍我们 没关系 你刚好在时 然后过来玩一下 有没有异充人 到大学来找 OK 好 加油 真可爱 现在发现这里是有层次的 刚开始大家都是 欢声笑语的在拍照 但是当你越往里走的时候 你会看到很多的东西 很多的故事 看来说我会觉得还蛮珍惜 当下的书 这里面有太多的遗憾之后 如果想 那我自己也不要有什么遗憾 就很OK 刚刚听到那些故事 那个监狱小哥让我感触很深 人生满足的遗憾 故事好看就在他的不圆满 情歌好听在他的遗憾 悲剧总是非常的吸引人 特别是当你看到捐赠者 就是抱着他很心爱的物品 充满着回忆的这么一件东西 去交给这个管理员的时候 他真的是 无畏杂陈 很难用语言来形容 听到这首歌了吗 一生所爱 博物馆中最特别的 也是最有价值的地方 就是每个失恋人的故事 整个展馆 更像是一个记忆胶囊 失恋的人 把关于前任的记忆 留在这里 体面地 有仪式感地进行告别 然后振作精神 去重新开始一段新的旅程 好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咱们下个故事见 感谢كم Zukunfts Ortega